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egnog 淡酒 还有淡酒咖啡 每年冬天星巴克都会推出淡酒口味的拿铁咖啡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但是前两天在微博上有人说国内没有这个口味的卖 所以呢今天教大家自己在家自制 非常简单其实 煮料油鸡蛋牛奶鲜奶油就可以了 做淡酒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用生鸡蛋 一种是把鸡蛋稍微加热一下 我用的是加热的方法 这样吃起来比较安心 跟做卡士达酱是有一点类似的 首先呢把鸡蛋打在一个大碗里 倒入糖和一小撮盐 然后把它充分的打散 放在一旁待用 然后在一个小锅中倒入鲜奶油和牛奶 这两样最好都用脂肪含量高一些的 因为最后的成品呢 我们希望它那个口感能够丰厚一些 把这两样用中小火加热到即将沸腾的时候 然后一边用蛋抽打这个蛋 一边把牛奶鲜奶油给慢慢的倒进去 一开始一定要慢 然后慢慢的提升这个蛋的温度 到最后就可以快一点 等它完全的混合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蛋奶液倒回到锅中 然后这个时候拿出肉豆蔻来 这是一种香料 也可以叫肉蔻或者豆蔻 或者叫浴果 英文是nutmeg 你也可以用磨成粉的肉豆蔻粉 但是我觉得整粒的它的香味会比较浓郁 如果买不到这种香料 也可以用肉桂粉来代替 磨碎适量的这个肉豆蔻 在蛋奶液中 然后把这一锅在最小火的情况下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不要让锅中局部温度过高 那样蛋就会被煮熟了 如果你有温度计的话 可以测一下 这个时候温度大概在712摄氏度的样子 如果没有温度计呢 也有办法 就是拿一个勺子进去 这个时候这个蛋奶液应该是有一定的浓稠度的 它可以附着在这个勺子的背面 这个时候也就差不多了 千万不要过度的煮这一锅 煮好了之后 就倒入香草精和朗姆酒 拌匀了之后 过滤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蛋酒呢 是北美地区很流行 圣诞期间的一种酒精饮料 其实你也可以做成不含酒精的版本 就是把其中的朗姆酒 换成等量的牛奶就可以了 现在蛋酒已经做好了 在蛋酒还热的时候呢 用两份的蛋酒兑上一份的浓缩咖啡 就是蛋酒咖啡了 咖啡拌好之后 在上面再撒上少许的肉豆蔻粉就可以了 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喝这个蛋酒 直接喝的话要冰一下更好 这一瓶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六个小时以上 到它完全的冷却 然后要喝的时候倒在冰块上 也是最后再撒上少许的肉豆蔻粉就可以了 这个蛋酒呢 因为它有鸡蛋在里面的原因 所以它喝起来有一种滑滑润润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浓郁的奶香和蛋香 味道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道非常简单的 蛋酒和蛋酒咖啡 谢谢大家的收看 啥 谢谢大家